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退休后一定要停止做这八件事 每一个人都要步入老年生活 辛苦了半辈子 总是要退休的 儿孙知有儿孙福 天塌不下来 地也先不下去 操心那么多 小心儿女嫌你烦 半辈子都过去了 人生还剩几何 剩下的日子要为自己好好过 好好安排好自己的退休生活 不给老伴添负担 不给儿女惹麻烦 不给亲朋招是非 退休以后要做到八停止 只是以为老人写给自己的信 没有空话 讨话 说的全是家常话 言简一声 每一点都十分朴实 具体有益 每一条都可以做得到 赶紧收藏好 对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十分有用 一 停止回忆过去 我们这一代人的孩童时代 青年时代 多多少少都吃了一些苦 好在 现在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了 还有一些闲钱 闲情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因此 中老年朋友不要一味地沉浸于过去的回忆中 而要积极乐观地向前看 过好人生中最最黄金的二十年 二 停止生气 年轻时 我们多多少少有些脾气 特别是孩子不听话时 总免不了骂孩子 甚至打孩子 但是 现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有自己的想法了 我们则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 我们可以运用经验累积的智慧 提供参考意见给儿女 并保持幽默 慈爱的态度 不要因儿女不接受意见 就生气或唠叨故休 以免形成两代的紧张关系 三 停止抱怨 每个人都有烦恼的事情 有时候也想跟别人倾诉 这可以理解 但要注意你抱怨的频率 如果你的朋友总是跟你抱怨同一件事 每天都在传达负能量的话 你也会不喜欢这样的朋友吧 四 停止浪费时间 弹指一挥间 我们都已经迈入中老年的行列 时间不等人 我们更没有机会浪费时间了 想做什么就去做 想要什么就去买 想吃什么就去吃 别再说什么等以后 等有时间 等过几天了 你可以等时间 但时间绝不会等你 五 停止孤独 无论是与子女同住 还是和老伴两人生活 都要做到精神独立 千万不要一天到晚 就围绕着家里的几个人生活 老人应该多走出家门 有自己的朋友圈 有几种感兴趣的爱好 这样生活才更丰富 六 停止多管闲事 做老人有一个诀窍 就是对有些事情 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要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 给儿女一定的生活空间 不干涉他们的生活 在孙辈教育的问题上 中老年人千万不能以 有经验自居 应该明白孩子的父母是谁 尽量按照孩子父母的观点 去带孩子 七 停止唠叨 健康 工作 婚恋 等是中老年人 最喜欢跟子女交流的话题 而年轻人 最反感中老年人 反复叮嘱一件事情 因此少唠叨 有些事孩子们心里清楚 自己有谱 咱们就别总啰嗦 八 停止存钱 中老年朋友们 不妨停下存钱的脚步吧 存折上的钱只是一个数字 辛苦了一辈子的我们 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不要太在乎一件衣服多少钱 一个白菜多少钱 要舍得花钱 钱花了才是自己的 存起来的钱只能算遗产 老人八停止 每一条都细致入微 只要我们做到这八条 老年生活一定会幸福快乐 送给即将退休和已退休的朋友们 共勉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 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老年生活 享受幸福人生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